我送你们点胡萝卜 拿去吃啊 别客气 为什么送咱们胡萝卜呀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我知道他不爱吃胡萝卜 肯定是他偷猫 把他妈种的给拔了 我跟你说 阿姨 这么多胡萝卜 我们哪吃的玩意 一个就够了 那就是我种了胡萝卜 天呐 真给我拔了 你个臭小子 为了他喂蔬菜 等把我萝卜 对付你这不爱吃蔬菜的小孩 有的是办法 看我怎么用蔬菜 对付你个臭小子 小孩大多不爱蔬菜 其实关键在于搭配和味道 把他爱吃的午餐肉捆进去 蔬菜们就有灵魂了 全部切好的蔬菜阵营 有点眼熟 那蔬菜搭配搞定了 现在来解决味道 大部分孩子都爱番茄口味 我家这个也不例外 尤其是一面披萨之类的 所以这道菜叫 什么 你掰一过来就是蔬菜大大会 炒好酱 蔬菜呢也该上场了 按照我的超高审美来搭配颜色 请问还有小孩会讨厌蔬菜吗 把蔬菜当披萨来做 我也算是有才华了吧 盖锡纸烤熟蔬菜呢 这时太水了 再去掉锡纸 刷个油继续烤 这次就特别完美了 再拧点椒盐就可以吃了 彩虹的蔬菜正确吃法应该是 加一打一起吃 哇不得不说 各种蔬菜口味加番茄酱料 绝了 最绝我赢定了 我怎么看这个 怎么是胡萝卜呢 那不是啊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这都是胡萝卜 哎呀我跟你说 这道菜老火了 要不你试试 一打儿夹起来一起吃 有胡萝卜吗 没 我就说没有 有来来米饭啊 真吃啊 哦这个油可以一面 这张之满面真是弯外地 S 怎么样 还不是不如搞定啊 剩下的萝卜 我打算做